1948年,20岁的约翰·纳什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名研究生 由于天性不善与人沟通,纳什一直都是独来独往 但他与生俱来的数学天分却不容小觑 也许是长久以来的生活都太过孤独 纳什渐渐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他在入学第一天就幻想出了一个不存在的室友,查尔斯 并常常与查尔斯进行对话和交流 查尔斯就像是一个与纳什相反的人格 纳什安静,不善言辞,查尔斯活泼,风流倜傥 后来,纳什还认识了查尔斯的小侄女马希 尽管一直与幻觉中的伙伴相处 但纳什的学业成就依然突飞猛进 在毕业论文中,纳什所提出的纳什均衡博弈理论 推翻了上百年来的经济理论 并使他获得了进入惠乐研究室的机会 1953年,纳什的幻觉中又出现了一个人物 威廉帕奇 在纳什的想象中,威廉是一名国防部要员 他要求纳什帮助美国进行破译苏俄密码的工作 从那以后,纳什开始定期从报纸杂志上破译密码 并按照芯片上显示的数字投递到一处秘密信箱中 此时,他的精神分裂状况已经愈发严重 但纳什本人却浑然不知,还一直与查尔斯、玛西、威廉保持着交流 与此同时,纳什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教授 并和年轻美丽的女学生爱丽莎结婚了 1954年,爱丽莎怀孕了 也就在此时,纳什的精神世界开始坍塌 一次,纳什在执行所谓的投递任务时病情加重 使得她认为自己成了被苏俄间谍追杀的经济学家 爱丽莎这时才明白,丈夫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斑斑无奈之下,她只好联系罗森医生 将纳什送进了精神病院 为了调查纳什的病因 爱丽莎查阅了丈夫在惠勒研究室的资料 发现那不过是一些从杂志上剪贴下来的普通文章 而纳什经常去投递的秘密信件 也都安然无恙地躺在那个信箱里 从来没有被美国政府或是其他人打开过 她将这一切都告诉了纳什 并告诉她,所有的秘密任务都是她自己幻想出来的 菲莲也是不存在的 希望丈夫能够回到现实 看着妻子悲伤的眼睛 那时才终于明白自己真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后 那时终于得以回到家中 幻想中的人物也不再能侵扰她的神经了 但她仍要定期服用药片 而且无法照顾刚出生不久的儿子 对数学的研究能力也大不如前 为了能够继续从事研究 那时背着妻子给自己停了药 这使得威廉、查尔斯和马西又开始出现在她的幻想中 那时又开始了所谓的密码破译工作 将剪贴的杂志贴满了家中的棚屋 还差点淹死自己的儿子 尽管医生说那时可能会对爱丽莎做出危险的事 但她依然不离不弃 始终陪伴在丈夫身边 还鼓励她回到普林斯顿大学 在熟悉的环境中慢慢痊愈 从那以后 那时决定通过自身的意志力 来缓解精神分裂的症状 她开始有意识地忽略 菲连、查尔斯以及马西的存在 而且发现了马西确实是幻觉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 她也始终没有长大 后来 那时一直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 精神状态也恢复了很多 可以和学生们正常沟通了 1994年 由于平衡理论 对现代经济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那时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颁奖典礼上 她感谢了妻子对自己多年来的付出 并说 爱才是支持她成功的最大因素 尽管幻觉中的人物一直没有消失 但那时已经不再被他们所困扰 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只有最美丽的心灵 才能挣脱精神的重重桎梏 成为时代的巨人